18大前夕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 权力决斗更趋白热化 汪洋在处理广东日前频频发生的民众抗争事件时 软硬病失 出尽风头 背后少不了高层撑腰 而薄熙来大打红牌 获得六常委支持 唯独少了胡温的认可 汪洋与薄熙来这两股代表中共高层内部分歧的暗流 将如何影响18大权力分配的走向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抗争多月的乌侃村民自发组织的乌侃临时理事会 曾一度被定型为非法组织 后来在汪洋的批示下做出妥协让步 承认合法 随后人民日报罕见发声评论乌侃事件赞扬汪洋 台湾网报认为 汪洋的乌侃模式似乎得到中共中央背后支持 前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张伟国表示 乌侃事件把中共维稳着20多年的矛盾焦点一下子集中的爆发出来 中共再继续镇压就是一场同归于尽的血拼 汪洋想要走出一个新的模式来 你原来的方法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已经走到了尽头了 不管是六四以后的天安门镇压模式 还是胡锦涛上台这么久的所谓的维稳高于一切 都难以为继 都无法再继续下去 再这么弄下去就等于要崩盘了 等于要全面崩溃了 也就是共产党会彻底垮台 汪洋乌侃模式之后 外界普遍担心当局会秋后算账 张伟国也认为 汪洋的乌侃模式只是一种镇压手段的软硬拿捏 最近汕头市海门镇的民众抗议 官方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 镇压步步升级 近来广东人看香港电视新闻遭遇屏蔽的次数突然增加 民众纷纷抗议汪洋剥夺公民知情权和禁止新闻自由 因为这个共产党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了 很多人的利益都跟那个是绑在一起的 你如果改变一种模式的话 等于就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这个很多利益都要重新调整了 比如讲现在这个山头那边的这个这个大的抗议 你就不是抓几个小贪官解决了问题啊 那个是李鹏家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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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企业啊 你不能抓李鹏的女儿啊 不能不能去动就汪洋动不了那个东西啊 那这种情况马上就面临考验了 所以还要受制于很多这个既得利益啊 汪洋深陷无侃事件争议的同时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却大谈民主与法治 同时不忘高调宣传唱红 并称得到了吴邦国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贺国强 周永康 中共六常委的充分肯定 但胡锦涛 温家宝与李克强等三位团派常委 似乎没有表态 香港《明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明的话说 畅宏已现颓势 薄熙需要为自己辩解 给自己撑腰打气 薄熙来说走的路啊 实际上走的某种意义上非常类似 刚刚死去的金正日走的路 完全用洗脑来让老百姓跟着薄熙来走 什么红旗啊 天安门逛上的红色啊 可是老百姓肚皮饿的时候 没饭吃的时候 谁管你红旗白旗黑旗啊 乌凡认为 汪洋和薄熙来作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主要代表人物 十八大的结果可能出现中共内部的某种妥协 但在台面上还是会表现团结的姿态 以寻求整个执政党度过目前日益加深的危机 吴凡说 这种延长来的寿命有多久还不知道 因为老百姓根本上是要反对独裁的 现在广东人已经提出来了 新唐人记者长春 许民 葛雷 采访报道 这种座园的事实实实交往